大家好,我是Reason,瑞森老哥 移动支付越来越便捷 许多人都爱上了手机一刷就付款成功的生活 当然,也有人更偏爱纸币带来的真实感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 手机里存着的存款不经意间就变成了电子账单 而现金存在手里,可能一个月都花不完 当然,现金真实归真实,也更占空间 出门必须要带着钱包 说到这儿,瑞森不禁想到影视剧中 怀揣着一小包沉淀电银子逛街的古人 在那个没有网络,也没有便捷支付的年代 他们究竟是怎么拿银子付钱的呢? 今天,瑞森就和大家聊一聊 古人花钱消费的那些事 在瑞森初学货币的计量单位的时候 就很好奇,为什么会使用 圆、快、脚这种 看起来完全不像是形容钱币的词来做量词 而不是像英镑一样,直接用重量来做量词 屏幕前的你是否也有过相同的疑问 中国货币计量单位之所以确定为圆角分 其实是迎合了大众的习惯性称呼 而这种称呼习惯和我们今天要说的一种货币 银子有关 明清时期,银子作为主要的货币 在市面上大规模地流通 而不同重量的银钉则代表了不同的价值 比如50两的银钉代表这个银钉的重量为50两 换算成今天的重量大约是3.69斤 由于古代移钉银子所代表的数额巨大 在普通的市场上很难花出去 除非是拿着它去购买大型的商品 比如说古董花瓶、乌舍田地等等 除此之外,也可以拿着银钉到票号中存着 换取更便携的银票 因此,人们常常会用剪子把银子剪开 把大块的银子剪成小块用 比如,《红楼梦》中就有一段说到了剪银子 那婆子站在外头台机上,笑道 那是五两的钉子夹了半边 这一块至少还有二两呢 这会子又没夹剪 姑娘收了这块,再剪一块小些的吧 所以用于市场流通中的散碎银子 都可以以块来计量 到后来明万利年间左右 随着外国的银元流入 块就长期和银元相关联 进而就被当作主币的单位量子使用 同样,角和毛也是类似的情况 角是指比一块银子还要小的部分 可能是一块银子的一个角 而后和国外银元配套的小银元相关联 民间馆小银元叫角子 银角子,银豪 毛原来指的是豪 这个地方应该是为了记账方便 将豪绳笔写成毛 指的是比一角银还要碎的银子 同样也是碎银最小的程度了 到清政府自助银元的时候 就确定了以块为主 角为斧的计量方式 因为银币是圆的 所以就称之为一元 也写作一元 而有的币面直接注明一角 二角等 也被称作一毛两毛 即使最后纸币取代了银元 但是块、角、毛的这种用法 依旧被保持了下来 而银子也并非是最早期的货币 人类社会早期 人们都是以物换物 比如一只羊可以换多少只鸭 当面点清数量交换完毕就可以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 物物交换满足不了人们的生活和生产需要 一般等价物就出现了 比如古代时候的贝壳 这就是货币的雏形 在商代的时候 贝壳已经开始作为货币使用了 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天然的贝壳作为货币 渐渐供不应求 于是出现了人工贝币 如石贝币、古贝币等 到了商代晚期 出现了用铜质的金属贝币 这也应该是最早的铜质铸币 到了战国时期 铜质铸币又衍生出了 布币、刀币和乙笔钱三种形态 等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 用秦半两 一种外缘内方的铜钱 代替之前流通的货币 金钱的俗名孔方兄也来自这里 北宋时期 出现了一种被称为交子的纸质票据 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交子户户 户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 用储纸制作的纸券上 再交还存款人 并收取一定保管费 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储纸券 就是交子 而南宋时期的惠子 则是在高宗绍兴三十年 由政府官办 户部发行的一种货币 惠子是宋朝发行量最大的纸币 起源于临安 也被称作变钱惠子 即惠票 支票 而到了明初 朱元璋开始推行纸币政策 发行大明保钞与铜钱并用 但大明保钞不定发行限额 也没准备金 很快就导致通货膨胀 所以明中业加进年后 保钞已不能通行 民间主要用白银和铜钱来进行交易 如明朝颁将以银代役 雇工工资 富豪机家产等 都主要用银两了 银两被注为一定标准的银定 则是从元朝开始的 银定自名元宝 这是中国称银定为元宝的开始 同时民间流行统治钱 制裁由青铜转黄铜 助行以年号为币号的通宝钱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清朝后期 银定开始向银元转化 中国最早的机智阳式银元 为光绪年间的光绪元宝 俗称龙阳 因银元背面一般著有龙文而得名 所以银子在中国货币历史中 存在的时间并不算短 但在使用的时候 反而银子并没有影视剧中 展示的那么方便 在各类古装影视剧中 我们经常能看见 许多侠客吃完饭之后 把一定银子拍在桌子上 豪爽地告诉小二 不用找了 大侠慷慨洒脱的形象 立刻就树立起来了 不过很可惜 真实情况是 殿小二几乎碰不到 这么有钱的大侠 银子有好几种 拿清朝为例 清朝的银子分为四种 第一种叫元宝 也叫宝银或者大定 每一个元宝的重量 一般是五十两 一百两的元宝也有 但是比较少见 第二种是中定 一般重量是十两或者二十两 第三种叫做克子 也叫小定 一般重量在一两到五两 其中一两和二两的克子 就不是元宝形状了 大多数是圆形或椭圆形 第四种就是散碎银两了 没有特定的形状 一般古人出门装在荷包里的 就是散碎银两和铜钱 且不说身上插着元宝出门有多成 但说银子的购买力 五十两银子在清早期 足可以买一套银房了 当时的一两银子 大约能等同于一千文铜钱 对于条件一般的人家来说 一年的吃穿用度 最多大概也就是十两左右 所以一定银子 直接拿来付一顿饭钱 简直就是古人中的土豪 至于为什么会把银子减开 进行称量 当然是因为它给的实在太多了 开个小玩笑 不过确实是因为给多了 是要把银子减开少付一点 或者卖方把银子减开 找钱给卖家 而在古代 用银子找零钱 是个十分困难的事 首先你得有一个 称银子的专用工具 等子 它主要用于称一些贵重的黄金 白银 中草药等 能精确到一厘 也就是31.25毫克 不过 等子也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的 平民百姓一年到头 都见不到银子 自然也就不会有等子 其次 还要随身携带一把银子 用于切割银子 银子质地比较软 相对来说容易切割 当然需要少量的银子的时候 比如二钱银子 就可以拿银子进行切割了 当古人需要把大块的银子切开的时候 怎么办 这就要用到我们开头提到过的工具 夹剪了 但是夹剪用起来比较费力 一般钱铺里所用的夹剪是一把剪口很短 剪饼很长很粗的大剪刀 一面的饼固定定在一个大木案子上 另一场饼可张可合 夹剪大的银钉时 用左手拿银钉放在剪刀口上 右手扶剪饼 斜着欠身 借着身体的力 用屁股猛人向剪饼上一做 才能把银钉一剪为二 这也意味着 就算剪小块银子 没有一定手劲和技巧 也是剪不了的 而且最小也只能剪成二钱到三钱银子 所以银子还是要搭配着铜钱来使用 不过剪银子这个操作 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 就是在银子品质并不统一的时候 剪开能明显看出来 银子有没有被灌签 可以防止上当受骗 当然 如果牙口还不错 靠咬的话也行 并且有心的人 兜里会装着蜡块 把剪开银子时候的碎屑收集起来 击少成多 然后把蜡融化掉 就可以得到一些散碎银子 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 看着古人花点银子如此费劲 瑞森忍不住感慨 科技带来的便捷 不过与此同时 仙人们眼中 便携轻巧 还不用切割的纸币 在信用卡和手机支付的冲击下 就好像过去的银子一样 估计终有一天也会渐渐走向没落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瑞森 瑞森老哥 如果大家有自己的见解 或者觉得视频某方面有误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订阅按赞 我们下期再见吧